今天来吃一间天赋罗名店,来自东京的米之连两星国光龙,广美奈进。 他一年半前登陆香港,在 Four Seasons 的四十五楼开了第一间海外分店,即是和朱茨西道是同一层,其实是在他旁边。 在他开业初期,我有打算来见识一下,但那时,订到位置的人都要等两三个月以上,更何况是虚陷到想订不到台。 但怎知在早前,即是三月初的时候,我忽然想是否应该趁着疫情打乱了餐厅的安排,就来试试一些以前根本订不到台的名店呢? 想不到我在三月二日打电话订台,竟然可以轻松订到下星期的位置。 吃那天是星期一,约了十二点午餐时段,价钱是每位一五八零,要在订位的职日,过完数之后再screen cap, 然后在订位系统上升上去,这样才完成了整个booking的过程。 换言之,留信用卡资料都未够,是要进入数据确认完才能吃到饭。 餐厅面积不大,用餐环境算一目了然,一张长包桌安排了八个座位, 它有两个炸炉,一座一右放,师傅那天只开了一个炉。 装饭风格的大体上与一间寿司店没太多分别,但它在当眼处就放了一个砌得很漂亮的生态缸。 有了它,整间餐厅有生气很多,所以绝对是画龙点睁的一筆。 看看广美奈津的东京本店,师傅的后面是有一个庭圆,是有一个会按四时归之自动转换的景色。 相比之下,香港店的生态缸只能算是无可奈何之下的一个折冲方法。 广美奈津是一间做得比较彻底的奥马卡舌,它连什么料都没有, 因为师傅会在当日师傅手上的材料再决定炮制什么料理。 大体上的规格是有15度料理,当中有10度是天婦罗, 然后有前菜、刺身、主食、甜品都穿揉不其中。 天婦罗是一个大家一定不陌生的料理文化, 不过平时绝大多数情况下见到它都会以配角形式出现。 起码香港真是很少见到会有天婦罗专门店, 但天婦罗的渊源和所涉及的技艺其实是很引人入胜的。 所以藉着这份饭就讯收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天婦罗是怎样的一回事。 首先,天婦罗的饭食文化是由外国传入日本的。 同样都是传入里的,还有砂糖、油等。 是否很难以想像呢? 其实在之前,日本人的烹调方式大多数是以水煮或生食为多。 到后期被葡萄牙饮在西班牙人的文化影响之后, 日本人才开始习惯用油煮食。 而天婦罗的诞生呢? 就因为大航海时代的葡萄牙串教士来到日本, 在首大渣旗时不可以吃瘦肉。 于是将鱼去骨,然后沾胀,落锅炸。 刚巧被拥有蛇利眼技术的民族看到, 就copy 了过来,改良成为天婦罗。 好了,是不是凡是用油炸熟的食物都叫天婦罗呢? 不是的,举个例子, 例如吉列牛、吉列猪扒、南蛮炸鸡, 它是炸熟的。 而其实,最原始葡萄牙人来日本那种将鱼肉去骨, 沾胀再炸的方式, 其实就是类近Fish and Chips 的做法。 这些,通通都不能算是天婦罗。 因为天婦罗的重点不是炸熟食物,而是蒸熟它。 稍后看完后就慢慢解释一下这个蒸熟的过程, 其实是怎样一回事。 好了,先来的是三款前菜。 三文鱼子配蒸蛋,配搭简单,但味道很突出, 比隔隔的山野菜, 还有下底的吞拿鱼刺身更留下深刻的印象。 三文鱼子饶得饱满, 更为滑柳的蛋,令吃起来咸鲜程度中和。 这一轮三款前菜不是今餐饭的重点, 所以轻轻大过就算了。 前菜过后就是天婦罗环节, 店员准备了两款盐。 银色碟的派餐厅自家调配的昆布慕涌盐, 吃下会相对淡口一点。 金色碟的是九州的可盐,味道相对浓一点。 师傅建议天婦罗可以配盐食, 而海鲜类可以穿两个青链, 而最右边的杯子就是把头头尾尾, 例如蝦殼、蝦尾等不要的东西, 有个容器装着它。 先来的是天婦罗蝦头, 夹起身就看到了, 下面的吸油纸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其次,看看它的形态, 每一只蝦脚条条分明, 就像孔雀开平般打开。 它这层衣是薄到, 好像已经跟头头用一体。 它看上去够金, 咬下够脆, 吃下来带少少金, 整个头是没什么需要吐出来的。 坐得太远, 加上前面的挡油罩都遮住了, 所以看不到食材在油锅里的变化是怎样的样, 但就还看到师傅自由淡定, 很有节奏双手动作。 在直前料理的体验当中, 不论是瘦丝、铁板烧、 瘦气烧、 炉端烧或眼前的天婦罗。 如果师傅在炮炸食物的过程中的动作 能够兼具实用性和观赏性的话, 是可以很有效地提升整餐饭的用餐体验。 师傅在炸的是虾身。 虾如果正常常加热, 它会捞一块。 月菜师傅会顺势割开虾身, 让它卷成花那么漂亮。 而寿司师傅或天婦罗师傅, 需要在虾的某两节肌肉位轻轻撕开, 让它变成虾身。 一来看另一只虾, 受热可以均匀一点。 二来, 成品都收长一点, 挺身一点。 看看师傅摆上来的虾, 如果不是我由头到尾看着它下锅, 起锅, 再上菜, 一起可成, 还会以为它不知怎样做, 才能做到这样的形态。 至于层衣有多薄, 你见到是薄到虾上面一节节的纹, 薄到好像只有下面有上粉, 而上面没有上的样子。 刚才不是说天婦罗是蒸熟食物的? 原理就是利用那层粉漿作为保护罩, 帮食材着衣服, 令油温的热力可以隔着衣服蒸熟食材, 但又保护到不会让它流失水分。 所以简单来说, 天婦罗就是一种追尋食物原味, 兼且很健康的烹调手法。 至于味道, 其实讲白点就是白灼虾。 火候够好, 虾够鲜, 肉就弹得来带暖。 虾够好, 吃下去就带甜。 所以留下深刻印象的, 不是说味道有多丰富的层次, 有多意上不倒的雕像, 不是的, 例如虾, 能够以天婦罗形式炸得那么美, 我也是第一次吃的。 又或者好像眼前的露笋, 都是吃完美的。 但可以以炸的形式, 蒸到它这么嫩口多汁, 吃到它的纤维, 但完全不会觉得它硬, 是没得不对师傅的手艺, 心服口服的。 之后的这里, 是紫苏叶海胆天婦罗, 对了, 炸海胆。 今天紫苏叶包着它落锅, 是真的我想坐在这里, 见识一下这件事是怎样做法。 夹起身, 都要有些镜石才行, 因为炸脆了紫苏叶, 它脆得来还是很薄很薄的。 而里面的海胆, 就有些像顺德菜的炒鲜奶的感觉。 你看到它好像是固体, 但其实还是很防身, 很水暖的。 价好酌量的小小昆布, 没用而不来并行, 只需要本身突出的香味, 那已经够了。 而海胆的甜香, 其实不明显的。 吃的是整体的一个外脆, 耐暖的质感, 和咸中大鲜的味道。 莲藕天婦罗的面头, 是加了炸脆了的紫菜, 和少少的酱油, 这两者就有咸香味道的来源。 莲藕吃它的口感, 爽爽声, 相当爽脆。 看这餐饭, 你会发现这些食材不算特别, 味道也不算特别, 但师傅的呈现方式就特别之处。 例如这一款, 又是很想知它怎能做到的一道料理, 就是一个萝卜丝天婦罗。 它很蓬松的一球, 亦都很清楚地看到这些粉张, 上得有多薄,有多均匀。 天婦罗是用芝麻油炸的, 味道比较清淡。 吃到底, 看一张纸, 你会发现这一道, 相比之下有些油留在这里。 但因为它够松, 所以留在口的, 只有萝卜的甜味。 只有一道刺身作为间场料理, 分别有左口鸢和赤身酱油脂, 就标志前半部分算是圆。 不论是前菜还是间场料理, 感觉上刺身的出品只能算是中规中矩, 与天婦罗拍在一起, 明显被比下去。 下半场的头炮是日本大蜆, 它本身已经有海水味, 师傅的建议可以就这样加少少灵汁就可以, 而五够米的, 再加盐。 不过这个蜆是有点失色的, 它不算暖口, 有半边就落, 还觉得有点硬。 虽然蜆是很鲜, 不过肉身似乎有点硬, 这点都是一个缺点来的。 你见今生饭上菜的次序, 都是一道海丝, 一道蔬菜, 梅花间竹的上饭。 刚刚吃完蜆, 接着又是菜的了。 这里分别一个是梨菜, 一个是牛磅, 梅菜即是多仔菜, 师傅切开两半, 放一边配盐, 一边配汁, 试试不同风味, 各自有什么效果。 出去吃饭, 好少见到有多仔菜吃, 但爽脆多汁, 有甜甜的, 其实挺好吃的。 之后又回到海鲜, 这是金雕天婦罗, 它的卖箱和金雕立伦烧, 有九成以上相似。 天婦罗的做法是将鱼肉沾沾, 鱼鱼的部分就不用沾沾, 就吃它又薄又脆的质感。 这是整餐饭唯一一道用鱼做的天婦罗料理, 但说来其实不是每一款鱼, 炸完后多吃, 因为说来如果鱼本身的油份多, 例如吞拿鱼, 丝鱼, 金木雕这些, 它鱼油那么浓, 就炸完后可能会逼出腥味。 至于立伦烧, 就一直都是一道很讲究火候掌握的料理, 鱼鱼要够脆, 但又不可以过浓去硬了焦了的状态, 而鱼肉最保持软嫩多汁, 所以很高难度, 这一道做得出色, 如果鱼肉可以软嫩, 就更加好。 暂时来说, 在香港吃过最好的立伦烧, 是I am teppanyaki 的出品, 自此之后都用了它做标准, 那真是一流。 好了, 林近米星, 这是一个红本茄子天婦罗, 配合底下的萝卜汁一起吃, 就这样隔着层衣, 都会隐约见到茄子肉是绿色, 吃的时候要很小心, 千万不要大口咬, 是热到不得了, 热到一定会烂到的。 红本茄子本身的含水量都够高, 再用汁浸出来吃, 令口感更软烂, 加上它又很严, 所以在口里, 扭一扭扭就吞了一船, 不能够认真一点, 算是今餐我比较不太欣赏的一道料理。 可能师傅都知道, 茄子就这样吃, 吃法有点厉害, 接下来是无勇菇天婦罗, 底下配上暖酸汁, 香葱在底下, 很开胃的。 你看看菇的浆, 薄到眨眼看上去, 以为它不是天婦罗来的。 不知道是否上半场的食材比较适合, 还是下半场的食材处理难度比较高? 正当我还觉得今餐饭的走势似乎有斧头蛇尾的时候, 想不到最后这个炸虾饼饭是真的好吃到, 忘记自己当时有多饱, 直接就秒速清掉它。 最滑龙点精的, 是这个天婦罗流心蛋黄。 它是怎样做的呢? 为何可以这么薄的Ener 炸掉流心蛋黄出来呢? 嗯, 用蓝黄蛋拌饭这件事已经很够味了。 它的蛋汁, 加上鱼光米是绝配来的, 再有一个爽暖的虾饼来送饭。 喂, 这个虾饼又是猛料来的, 你想想要将这么小的虾仔炸成一块连贯的饼, 但又要保持得住, 炸虾仍然是那么薄, 而不会像吃蚝饼一样吃到整口都是由食粉多个吃蚝, 这样就没人了。 所以这个炸法是相当要高技术才做到。 这个煮食, 认真不得了, 是直接拉回整个下半场的生体感受。 吃完煮食后, 再会有两道甜品, 需要份量上一定够饱。 甜品环节不多说了, 最后来看一张单, 每位1580的午餐厨, 两位一共3160, 加上酒水, 买单年价一, 404元, 减了1580元的订金, 所以补回2400多。 很明显, 价钱并不是体现在食材之上, 而是体现在师傅的手艺。 因为蝦、海胆、蜆、金钓等其余的就是蔬菜, 是看师傅如何将平凡的食材以一种 你怎么做的方式来呈现, 就是吃今餐饭的最大乐趣。 炸不同含水量的食物, 油温的控制都有些微的差别。 一次炸一件, 还是一次炸三四件, 如何拿捏中间的小微之差, 这个就是要靠经验的累积。 如果可以坐近一点来看, 那今餐饭的观赏性就会更高。 至于食物水准,整体来说是高的, 偶尔有一两度有改善空间, 这个我可以接受了。 你都感觉到师傅在一餐饭的十多道菜当中, 已经尽可能去呈现多些面貌的天赋和料理, 所以今餐饭对我来说是开了眼界的一餐。 值不值这个价, 就视乎你对手艺的价值有多看重。 如果你吃东西是好看重食材, 一定要吃贵价料, 觉得有一半是炸蔬菜或是厄称的表现, 和厌整餐饭都是蒸熟一点, 没有激情, 觉得食回原味就等于单调的话, 只能说天婦罗不适合你。 好了, 这条片来到这里, 我们下条片再见! 我们下条片! 我们下条片! 请不吝点赞,